Hello,大家好,我是盈盈 周末愉快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事? 好久不穿的衣服,拿出来穿 一磨冬,磨到了钱 好久不看了书,拿出来看 一翻,又翻到了钞票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我今天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天上就掉了一个大馅饼 狠狠的砸住了 就是这么大的馅饼 哎呦,好沉啊 盒子好脏 看到没有 一盒子的金币 有没有闪瞎你的双眼 这是我多年前吃过的一盒巧克力 我把盒子当成盐罐了 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至少是三年前存的了 因为这一两年我就没有印象再往里放钱了 数一下,看看有多少钱 哇,这是什么?这怎么还有五分的呀?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五分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五分的 我好像从记忆以来也没有花过这种五分的 这可以流到近去了 这种小馈子 这种小馈子 我想起来了 都是我奶奶 用胶带捆起来的 一馈是20个硬币 是两块 我奶奶还给我捆起来 1,2005,2002,2003,2002,2004 这就是我的所有的积聚 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106毛2分 我竟然有一分二分还有五分的了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几分的用笔 一分两分五分 现在好像都没有了 发财啦 真贵 哇 这是我的全部积蓄 一会儿拿去买雪糕 老铁们 还是要学会从前哦 以备不时之需 拜拜